从尘土到荣耀 当我们思想这一系列圣经纵览课程的标题时 中间的道这个字令我感到好奇 从尘土到荣耀 这个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字 对不对啊 我们会说从A到Z 圣经也说从但到别是吧 这些都是例子 还有当我们使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在讲一个目标或目的 我们是在描述某种动作 这动作有个起点在这里 也有个终点在那里 此外在我们研究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旧约圣经的第一句话 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说 时间与空间是有一个起点的 而在时空中有特定起点的事物 是不断地在变动的 不只是行星照着轨道移动 连历史本身也是在变动的 向着某个预定好的目的地进展 在希伯来人的历史概念中 所谓的历史 也就是因着上帝的创造行动而展开的历史 其目标和终点就在上帝的救赎目的之中 我很喜欢提到我的一个孙女 她现在大概三岁了 她一学会说话的时候 我儿子就开始教导她 儿童要理问答 就是一些简单的问题 答必是谁创造了你 答必就回答是上帝创造了我 大概就是这样的问答 她两岁的时候 我问了她一个我最喜欢的问题 答必上帝为什么创造你 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答必就会回答 为了要荣耀她 我心想希望她永永远远都别忘记这一点 这个问题是在问原因外 为什么创造世界 为什么创造人 为什么创造历史 都是为了要荣耀她 在这样的例子中 我们说为了或到的时候 其实是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就是目的的观念 你想想 你想想 我们所读的圣经 每一页都在向我们揭示 上帝创造你 创造我 以及创造整个宇宙的目的 最近我跟我太太一起去度假 我不太习惯处在那么放松的状态 简直没事可做 其实我不可能去做没事 nothing这件事 我不知道没事是什么 只知道她什么也不是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能做没事这件事了 所以我每天都跟我太太说 你今天想做什么呀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关于目的 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使用 这段假期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什么 在创世纪 第一章二十六节 关于人类受造的记载中 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有没有看到 就跟旧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一样 这里也是在描述说 上帝的行动是有目的的 在上帝的神格当中 有一场对话 在上帝的神格当中 有一个协议 在上帝的神格当中 有一个行动的计划 这并不是说 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度假的时候 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而是上帝亲自声明了 这个行动的目的 他说 我们来做一件事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创世纪里的这个声明呢 看起来很简单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它给忽略了 对吧 没能看出当中深刻的含义 在二十世纪末 特别是在西方世界里 若说人类的思想和哲学当中 有什么危机 那肯定离不开这两个字 目的 这个关于目的的危机 和神创论的视为 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因为圣经的第一句话 也就是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这句话呢 暗示着说 这个世界和当中的一切 都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一个超自然的存在者 透过有秩序 且有智慧的决定 而创造出来的 而且这个存在者 所做的一切 都是有目的的 但如果我们采用了 我们国家现在常见的世界观 那么我们立刻 就跟这种目的的观念 隔绝了 世人是怎么说的呢 世人说 我们都是几率和偶然的产物 有一位哲学家说 我们都是长大版的 微生物而已 偶然从泥土中爬了出来 我们都是宇宙的意外产物 我们的存在本身 并不具有目的 因此 卡米尔 Albert Camus 在二十世纪中叶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哲学观点 哲学家只剩一个严肃的问题 要思考而已 那就是自杀的问题 因为既然我们无法回答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自杀 一旦我相信自己的生命没有目的 相信历史没有目的 相信宇宙本身也没有目的 一旦我这样想 我就必须跟卡米尔问一样的问题了 哈姆雷特是这样说的 活着好 还是死了好 这值得生死啊 然后他继续沉思自己的困境 活着好 还是死了好 这值得生死 当残酷的命运 以鸣枪案件向我扑来的时候 默然忍受或挺身反抗 何者更高贵 他是在问什么 他说 我就在这里 被迫存在这个当下 而在我看来 在前面等着我的 就是鸣枪案件 什么的鸣枪案件 命运的鸣枪案件 而且是残酷的命运 这就是16世纪 英国文学家 对人类存在的看法 说出来 就是认为人类的存在 只不过是个偶然 你的生命只是一场意外 当今我们文化中的主流观点 就是这样 对我们的孩子 高升几乎的一天也不曾间断 你只是宇宙的意外产物 你只是长大了的微生物 你的存在没有意义 你的人生没有目的 但是当残酷的命运 朝你扑来的时候 你要保持冷静 但这个问题是在探讨 高贵 是一个关于美德的问题 当残酷的命运 以鸣枪案件 向我们扑来的时候 默然忍受 或挺身反抗 何者更高贵 死亡 这就是世人的选项 死了之后呢 就睡着了 或许能进入梦乡啊 但难处就在这里了 我们脱离人世以后 是什么样的梦境 在等着我们呢 这疑问使我们惆怒不前 由于这样的顾虑 我们只得忍受 人生的茫茫苦海 他是在说 万一死亡不是结束呢 万一我要向谁交账呢 万一我的存在 是有目的的呢 万一在这残酷的命运之上 还有更高的主宰呢 这个不断 回荡在文学界 影视界 和每一种文化媒体当中的问题 就是目的的问题 我是谁 我为何存在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在第一章的结尾 上帝说 我们要造人 使人类得以存在的创造行动 是一个永恒全知的存在者 以智慧做成的决定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就像爱因斯坦曾说过的 他呀 可不置骰子 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说 宇宙的起源并不是随机生成的 而是因为有目的的上帝做成的 我可以这样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 各种世界观之间的关键差别 就在于这个问题 你的存在是有目的的 还是没有 假如上帝不存在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 答案是没有 假如 没有目的 那上帝就不可能存在 但如果上帝存在 那生命就一定有目的 如果有目的 那上帝就必定是存在的 就连亚里斯多德也明白这一点 或许我应当说 亚里斯多德特别明白这一点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于是圣经接着告诉我们 人类的起源 而创世纪这里的用词 对我们而言是有点难以理解的 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 哇 上帝在初期的创造工作中 创造了树木 创造了河流 创造了太阳 区隔了日夜 在水中造雨 在空中造鸟 又创造各种不同的爬虫和走兽 然后他看着自己所造的一切 他便宣告了他的赐福说 这是好的 但是他的工作 还没有达到巅峰 直到他说 在我创造了这一切生物 这一切动植物和这一切变满宇宙的事物之后 我看来看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具有我的形象 具有我的样式 于是上帝说我们要造一种生物 他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做我的形象 我的样式 我要创造一种生物 我显然不可能创造另一个上帝 就连上帝也无法创造另外一个上帝 因为被创造出来的上帝就是受造物 是有限的 无法独立的 有来源的 受环境影响等等 所以这是上帝不能做的事情之一啊 他不能自我复制 我不能自我复制 但我要创造一种特殊的生物 他有特殊的能力 可以与我相想 他将具有我的形象 能够映照反映出我的荣耀 能够像其他一切受造物 展示我的性情 对于这种生物 我要赐给他权柄 治理万物 让世上一切事物 其余一切的受造物 都沉浮于这种 具有我形象的受造物之下 于是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 按着他的样式 创造了我们 这并不是说 我们跟上帝一模一样 而是说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有些类比的存在 我们身为人类这种受造物 在某些方面是与上帝相像的 好几个世纪以来 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 一直在思考 所谓上帝的形象 究竟是包含了哪些概念 学界普遍认为 上帝的形象 至少有一个含义 那就是上帝 是有智慧的存在 它是全知的 它会思考 它有知觉 它是有意识的 你们看星际大战 那部电影 有一句台词不断地出现 愿原力与你同在 有个力量 与你同在 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位级 那力量是什么呢 是电极吗 是重力吗 是海啸吗 是火山爆发吗 这些都是力量的展现 但这些力量本身 并不具有智慧 我们有上帝的形象 意思是说 我们能够进行一些惊人的事情 像是思考 反省 抉择 学习 认识 催理 我们无法完全向上帝那儿思考 我们不是全知的 我们的洞察力也不是无限的 完全不是 但确实有类似之处 有相似的地方 不止这样 身为按照它形象受造的生物 我们被创造为有道德的生物 下次我们要来探讨 旧约圣经里关于人类堕落的记载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 不过 人类在道德败坏之前 势必得先具备道德的本性 才有后来的堕落可言 当雨滴从天上落下 掉到地上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这是犯罪 我们不会说这是道德上的堕落 或说这是道德败坏 一个物体落到地上 只不过是遵守大自然的定律而已 也就是重力 但是当我们在圣经历史的范畴中 谈到创造与救赎的时候 上帝所解决的大问题 是道德堕落的问题 但是在道德堕落的问题存在之前 有道德的受造物必须得先存在才行 所以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不止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活物 能够思想 能够推理 他也给了我们意志 他给了我们情感 所以我们能够做抉择 能够从事涉及道德的行动 石头在地上滚动 或者微风在空中吹拂 都不涉及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 风只不过是一股力量 简单地说 风不具有人格 但是当上帝照着他的形象 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 他赋予了我们人格 你生而为人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尽管你也许无法从哲学的角度 对吧 详细说明所谓的人格 涉及了什么 或究竟是什么 你听到这个用词的时候 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你知道你是有人格的人 也知道人格这个动态的概念 所涉及的所有意义为何 但上帝在创造中 开创且制定的人格 并不是单调肤浅的 不是单一性别的 也不是雌雄同体 上帝将人类创造为男性 和女性 所以即使是在人类这个范围里 上帝也创造了适当的环境 让一男一女之间 能有美好的 关系 存在 上帝也赋予了人类 一个特殊能力 也就是映照和反映出 上帝自己的荣耀 他自己的荣耀 我认为我们经常忽略这段创世记载的重点 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 整个创世的过程 一共是七天 而在这七天当中 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 且独特的事情发生 而犹太人最注重的日子 从来都不是第六日 而一直都是第七日 所以最重要的日子 就是第七日 第二重要的才是第六日 我们是在第几日受造的呢 不是在第七日 而是在第六日 因为第七日 是神圣的 是圣洁的 我认为 借由这个创造的行动 上帝是在对那些 他在第六日创造的受造物 传达某些事情 他是在告诉我们 一些关于我们存在着目的的事 那就是身为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人 你被创造是为了那神圣的目的 你被创造是为了那圣洁的目的 你被创造是为了 要反映出他的荣耀 你被创造是为了那圣洁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可以重申请 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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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上风声 转发 打上无耗声